第四题当两物体接触时热量如何传播 我们知道热量传播的方向不是从密度大到密度小 不是从比热大到比热小而是从温度高到温度低 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当两物体接触时热量如何传播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由温度高的传到温度低的